向下循环的人生 但是好像太负面了 所以还是该人生的转捩点 对不对 好 想研究是我 好 主题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 一起来 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 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 又是我的福分 直到永远 好 这个呢 大家对诗篇一定很熟 那诗篇呢 有一段很有趣 它是在第120篇到134篇 然后你如果看 应该很多版本的圣经 都会写 这是上行之诗 听起来就很不错 它其实是呢 就是以前 这些以色列人民 然后回到圣城 要朝圣的时候 它是 因为圣殿是在山上 所以它要爬爬爬爬 所以它往这个圣殿的方向的时候 唱的诗歌 所以上行就是登阶 就一步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往上走 一阶一阶往上走的意思 大家很熟的 比如说诗篇121篇 大家很熟 我要向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哇 很棒啊 所以这整个洋溢的盼望信心 帮助从神而来 但是呢 人生 如果是思想到我们自己的人生 人生是上行的机会比较多 几率比较高 还是下行呢 还是每况愈下的几率比较多呢 那我们常常听到的见证 绝大部分都是上行 上行之歌 对不对 从这个工友变成大老板 从默默无闻变成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从这个被捆绑得到释放 生命从谷底翻转 灵命从枯竭变成被圣灵充满 我们常常听到这种见证 那这种见证当然是很励志 可是你觉得几率又多高 你觉得期间可以维持多长 那我们在财务金融的文献 有一个专有名词 叫survivorship bias 中文翻成应该是叫 信存者偏差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会常常听到这个人说 他在股票市场赚了多少钱 然后又听到另外一个人说 他在股票市场赚了多少钱 那你就想说 股票市场是不是这么好赚 是不是每个人进去都会赚钱赚钱 因为你听到的都是赚钱赚钱赚钱 为什么你都是听到的是赚钱赚钱赚钱呢 因为那个赔钱的他都不会讲 赔钱的他就点点 他就在家里 他甚至连跟老婆讲都不敢 因为是要点点在家里 所以听到的是赚钱 那这个叫做信存者偏差 就是我们只听到一部分的讯息 一部分的资讯 就是这些有赚到钱的 他会到处跟你讲 其实他可能做十次赚一次 但是他举例就只会讲他赚的那一次 老师上课也是这样啊 对不对 所以这叫信存者偏差 好 那教会的见证 会不会也有信存者偏差的现象 会不会教会也只能够邀请 有成功见证的人上台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听到的 常常就是工有变大老板 捆绑得到释放 灵命枯竭得到灵命充满 但是到底是成功的见证几率比较高 还是失败的几率 我问一个很直接的问题 对不对 这个每年都能跟上教会读经进度的人比较多 还是通常第二季 或者是第二个月的时候 就要引用圣经说 立志为善 由得我只是行出来 由不得我的人比较多呢 所以人生到底是一路上行的几率 比较高还是下行 我在学校里面 其实你看我们在政大 所以我就很会去观察 然后也会去想象这些学生 如果现在是在学的 那接下来呢 那所以我就慢慢 也教了20年以上了 所以我们也会观察到说 其实大部分人的人生比较像是 应该都有一段时间是上行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应该就到顶了 那再来就只好开始下行了 那有些人的下行可能很早就开始 比如说求学阶段就开始下行了 那有些成绩比较好的 他进入职场之后 也是要迟早变下行 我们来想想看 有多少比例的人能够升到所谓的科长 应该还不少 那能够升到经理的呢 能够升到协理的呢 比例应该蛮低的 那能够升到副总 或甚至总经理的比例又有多少啊 好吧 不管你的直己如何 那绝大多数的我们 包含是我在内 尤其是我对不对 视力就不行了 现在还要配两副眼睛 这已经是多焦距的了 还不够用 对不对 体力也不行了 脑力也不行了 专注度也不够了 连动机动力都下降了 所以升官升职 到了一个地步就到底了 然后呢 就准备是下行之事了 如果现实的世界都是这样 那我们的信仰又扮演什么角色呢 圣经里面被神所称赞的人 就是说这个人好 这个很棒 比较是属于属灵的 很属灵的 是属于人生胜利主 一路就高唱上行之事 还是被神所爱跟肯定的人 其实比较多是属实 比较多是属士 然后这些人其实常常遇到挫折 也多遭苦难 那属灵 属士的人生胜利主 不管是哪一个面向的人生胜利主 他们得到神的称赞 坦白讲 是理所当然的 而且有时候想一想 那这是他们应得的啊 这感觉就不是恩典了 可是如果像我们疲乏的 我们软弱的 我们没有能力改变自己 我们也没有能力对抗情欲 也没有能力对抗世界的人 竟然是神所想帮助 竟然是神所爱 竟然是神所肯定的 那神的爱不就是这样向我们展现了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在西伯来书十一章提到一些人 这里说这些人得神的喜悦 他提到说这里他行了公义 得了应许 那这个列了好几个人 其中之一就叫做参孙 对不对 然后他甚至说是软弱变刚强 征战显出勇敢 那为什么他可以被圣经这样说呢 如果以后我的木字名上面也可以这样说 哇 得神的喜悦 新的公义得了应许 是软弱变刚强 征战并为勇敢 该有多好 好 所以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我们接下来有好几段经文 那我们就男生一解 女生一解好不好 来 我们弟兄一起来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式人手中四十年 那时有一个属弹族的名叫马罗亚 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 姐妹来 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 对他说 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 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 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谢尔人 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式人的手 谢谢 弟兄 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 给他起名叫参孙 孩子长大 耶和华赐福于他 耶和华的灵感动他 这里我们很快看一下 参孙绝对是属于五千两 甚至应该是五万两 或什么五十万两 为什么呢 第一个这是圣经中极少数的神迹 都不能说极少数 少数的神迹 本来这个妈妈是不怀孕不生育 然后是神让这个妈妈可以生下小孩的 所以这是一个神迹 他的出生真的不凡 第二个神很明确给参孙一个人生的目标 他人生的 他的命定是什么 我们常常也在问 我的命定是什么 我应该做什么 神创造我是为了什么 神直接告诉他 还没有出生之后就已经告诉他了 他的目标就是要 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式人的手 再来神的灵感动他 我这里只有用诗诗记十三章 可是在诗诗记跟参孙有关的描述 总共写了四次 神的灵感动参孙 四次神的灵感动参孙 所以参孙的出生就是五千两 五万两或甚至五十万两 可是他活出一个什么样的人生 好我们再一起来 弟兄来 参孙下到亭纳 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 是非利式人的女儿 参孙上来禀告他父母说 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 姐妹 参孙跟他父母下亭纳去 见有一只少壮狮子向他吼叫 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 他虽然手无器械 却将狮子撕裂 如同撕裂山羔羊一样 三孙下去与女子说话 就喜悦他 过了些日子 要下去要娶那女子 转向道盘要看死狮 见有一群疯子和蜜 在死狮之内 就用手取蜜 且吃且走 到了父母那里 给他父母 他们也吃了 只是没有说 这蜜是从死狮之内 娶来的 所以他真的是向下循环 第一个就是眼目的情欲 看到一个女子 然后就喜欢上 就说要娶她 所以这完全是违背了 神至少在旧约 禁止异教通婚的律法 他硬是要娶法利赛人的女儿为娶 所以因着这样 因着他的私欲 其实光这段短短的经文 你看我把它标志 下 就是往下 往下 往下 下到停拿 下去女子说话 下去要娶那女子 其实在经文就已经暗示 他的生 就是在一直往下 第二个 他在这里违背 他就是 神他下来 就是他是拿戏尔人 分别为圣 他就违背了 第一个 拿戏尔人 不可以哀尽死尸 不可以 所以参孙其实看起来 他好像也知道自己做得不对 所以当他接触那个死的尸子 从里面取密 给他父母亲 他也没有告诉他爸妈说 这个是从那个死的尸子里面取出来的 他自己也知道其他有问题 好 再来 下一个 好 弟兄来 参孙在那里设宴 三十个人陪伴他 参孙对他们说 我给你们出一个谜语 你们在七日延宴之内 若能猜出意思告诉我 我就给你们三十件礼仪 三十件 姐妹 请 到第七天 他们对参孙的妻说 你皇后你丈夫探出谜语的意思 告诉我们 免得我们用火烧你和你父家 参孙的妻在丈夫面前提哭 他才将谜语的意思告诉他妻 他妻就告诉本国的人 弟兄 参孙对他们说 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犊耕地 就猜不出我谜语的意思来 耶和华德林大大感动参孙 他就击杀了三十个人 夺了他们的衣裳 将衣裳给了猜出谜语的人 参孙的妻便归了参孙的陪伴 好 在这里又再次违背 就是拿细尔人的律法 在这里写的炎宴 其实基本上 他字面上的意思其实就是饮酒的聚会 所以作为一个拿细尔人 他其实是要清酒浓酒不不喝 他要远离这些 当然我们这里是没有写到说 他到底有没有喝 不过这又是一个导致犯罪的场合 然后参孙在这里描述的就是 他充满了血气 对不对 第一个就是要赌 就是要赌 然后没想到这个非力士人 他取得那个非力士人 其实就背叛了他 所以将谜语的意思就告诉了本国的人 然后结果参孙就大怒 就杀了三十个非力士人 就这样杀了三十个非力士人 对不对 然后把他们衣裳给那个解开谜语的人 好 那他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当然没有 而且有坏处 对不对 参孙的气后来就归了别人 那你再猜参孙会怎样 下面继续看 来 弟兄 参孙说 这回我加害于非力士人 不算有罪 于是参孙去捉了三百只狐狸 将狐狸尾巴一对一对地捆上 将火把捆在两条尾巴中间 点着火把 就放狐狸进入非力士人站着的河架 将堆积的河捆和卫哥的河架 并橄榄园尽都烧了 于是非力士人上去 用火烧了妇人和他的父亲 参孙就大大击杀他们 连刀腰都砍断了 所以参孙当然很生气 这就是血气 所以他就要报复非力士人 然后就做了这个蛮夸张的事情 接下来非力士人当然也就开始报复了 所以你看事实上回来回去 所以非力士人就 你看这个真的是限制级的画面 然后接下来也是限制级的画面 参孙就大大击杀他们 还描述是怎么杀得多惨 那这样就结束了 还没 对不对 来弟兄再来 非力士人上去安允在犹大 于是有三千犹大人 对参孙说 非力士人挟制我们 你不知道吗 你向我们行的是什么事呢 于是用两条新绳捆绑参孙 将他带上去 参孙到了立西 非力士人都迎着喧嚷 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 他避上的神就像火烧的麻一样 从他手上脱落下来 他肩一块胃肝的如腮骨 就伸手拾起来用以击杀一千人 所以参孙就躲了一阵子 但是犹太人就担心 参孙会使他们跟非力士人的关系不好 所以就把他捆起来 对不对 然后就交给非力士人 可是当非力士人 这个就是接近 感觉是被捆绑的动物 是参孙猎物 没想到神的灵大大感动参孙 所以在这里写说 这个手背上的神 就像火烧的麻一样 然后就脱落下来 然后他拾起一块骨头 然后这样就可以杀死一千人 又是很限制级的画面 对不对 就是哇 就是这样 所以参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好 我们再继续往下面 还继续往下走 明明神给他那样莫的恩赐 拿活出一个神样的生命 来继续往下看 后来参孙喜爱一个妇人 名叫大利拉 贝利士人的首领上去见纳妇人 对他说 求你欢哄参孙 看看因阴和有什么大的利力 我们就每人给你一千一百社克勒银子 大利拉对参孙说 求你告诉我 你阴和有这么大的利器 当用合法捆绑克制你 大利拉天天用话催逼他 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 参孙就对他说 若剃了我的头发 我的利器就离开我 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 大利拉使参孙整着他的妻睡觉 叫了一个人来剃除他头上的七条法 贝利士人将他拿住 关了他的眼睛 带他下到加萨 用铜链拘索他 他就在肩里推磨 大利拉的故事不是马上接着上面 其实大利拉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 参孙已经做了事实大概二十年 二十年 所以这时候他已经是一个著名的公众人物 受到百姓的尊重跟敬佩 这是参孙 那大利拉是谁 这里大利拉应该不是费利士人 大利拉也不像之前 那个费利士人就是第一个太太 因为如果她是比较穷的 如果她又是费利士人 其实后面根本不用去贿赂她 你看这时候我们大概去推测 大利拉应该是一个很漂亮的寡妇 或是离过婚的女人 为什么呢 因为在那个时代 除非是身体有残缺 很少会有年轻的单身女生 会嫁给都四十多岁的男生 不要忘记以前的人寿命很短 四十多岁其实已经很老了 不像我们现在 对不对 那大利拉其实很有地位 为什么呢 这里是五个非利士人的首领 组成一个代表团 对不对 组成一个代表团去拜访她 他们从自己的城市走走走走 至少要走两天两夜 走到那边走到梭裂谷去导找她 然后为了克服她的犹豫 然后为了要能够克服她对这个先生的忠诚 那这五个首领一起对她大肆贿赂 如果她只是一个普通的非利士尼兹 对不对 那这些非利士人首领干嘛这样 如果她只是一个妓女 那更不用这样 他们其实就用手下 用其他非利士人就威逼他们服从就好 就像对待参孙的第一任妻子一样 可是在这里没有 尤其是一千一百摄克勒 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金额 这个四世纪再往后看一点点 就有一个年轻的异卫人 然后她得了十个摄克勒 跟一套衣服就已经满足 因为这是她在米家那边做一整年祭司的酬劳 做一整年祭司的酬劳是十摄克勒 然后这些人去找大力拉 一个人给她一千一百摄克勒 五个人就是五千五百摄克勒 所以大力拉不是简单的女人 她应该是很厉害 好 而且很有趣 其实圣经在这段经文 就因为很多都有这样 其实大力拉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 黑夜晚上 参孙名字的意思就是太阳 所以你看看谁胜谁负 对不对 她遇到大力拉之后就是更惨更惨 好 然后大力拉就天天吹逼她 参孙对大力拉所有几十谎言 对不对 然后因为大力拉就是天天用话吹逼她 她甚至心里烦闷的要失 最后就把心中所藏都告诉她了 对不对 就把她的秘密都告诉她了 然后呢 这个真的就出事了 好然后在这里很有趣 其实她试了好几次 我们为什么又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这个大力拉 其实一定是有钱人 当地 因为她试了好几次 那个非力士人 其实她试的时候 非力士人都躲在房子里面 所以她的房子不是单人房 对不对 她甚至应该像我们 也不像商和院 就是其实很大 所以非力士人可以先躲在旁边 然后参孙竟然没有看到 然后等到这个大力拉说 你们可以进来 然后那些人就从旁边跑进来 所以大力拉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 那这里当然就惨了 对不对 所以大力拉 参孙最后就惨了 然后非力士人就抓住她 然后挽了她的眼睛 又是现自己的画面 对不对 然后把她带到三十里的加萨 那如果大家有读 比较仔细读 我们是跳过那段经文 加萨其实是本来参孙获胜的地方 她在那边拆了城门 对不对 结果现在她挽了 对不对 就被带到加萨去 很讽刺 然后用铜链拘锁她 她就在肩里磨磨 好 这里磨磨我们看起来 好像只是做骨工 其实不是这样 在那边磨玉米 玉米 当年做这件事 基本上就是妇女跟畜生在做的 所以所有的非力士人都非常高兴 他们以前惧怕的敌人 现在落到这个地步 瞎了 软弱了 还被铁链捆锁 残孙因着自己的情欲跟血气 空有一身的恩赐 落到这样的地步 她还有救吗 她值得被救吗 这不全然都是她咎由自去吗 其实不是只有参孙 《诗诗记》里面 记载了六个向下的循环 这个从网路上造的 那你可以看得到 但是我们确认过 就是正确的误物 一二三四五六 每一个它就是六个时期 它每一个时期都是一样的循环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循环是这样 都有一样的模式 第一个以色列人就离弃上帝 随从别生 第二个神就任凭他们受仇敌的攻击 第三个以色列人就向神呼求 最后神就兴起事实拯救 过了一阵子又回到一 又离弃神呼求别生 呼求随从别生 然后神就 好吧你离开我 那你就只好自己承受 然后接下来以色列人就很惨 就开始向上帝呼求 然后最后上帝又拯救他们 然后又再次循环 坦白讲我们的生活 会不会常常也是这样 就是我们在教会很好 然后灵命很难一直处于高峰 不小心就开始往下走了 然后神也任凭我们 该灵修不灵修 该来聚会不来聚会 该不是不来不是 就任凭我们 然后最后我们就又受到攻击 又向神呼求 然后神就又帮助我们 那从此王子跟公主 就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吗 哇很不幸 又过了一阵子 又回到一了 对不对 又爱世界了 然后神就 哇你要爱世界 我也就任凭你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还要又不行了 然后神又救我们 那到底一生要寻回多少次啊 整个以色列也是向下的循环 整个以色列 就越州整个 这个是从我的自己的圣经 我本圣经快要翻烂了 然后它最前面就有这个 然后我就自己做笔记 我再读读读 然后读一读 我就会上去画说 这个比如说这个罗伯安 是好王还是坏王 然后如果坏王 我就写一个V 就是bad的嘛 对不对 好王就是G G就是good的嘛 也有从G变V 对不对 好像是这样 对不对 就是这样 那北国全部都是bad 所以就不用看了 对不对 可是有趣的是南国 也是向下沉沦 前面G多多多多多多 哇 到后面就是VVV 然后中间好不容易出了一个G 然后又VVV 然后最后就完了 GG 对不对 就是这个意思 就完了 其实约伯也经历过向下的循环 真的 圣经人物一堆都跟我们一样 那这边因为很长 我想就不用念 那约伯第一个 我先说他从超有钱 这约伯第一章 约伯记第一章 他从超有钱 七个儿子三个女儿 然后接下来就一连串的 这个就是牛正耕地 鲁鱼在旁边吃草 然后忽然间四八人闯进来 然后把牲畜乳去 并用刀杀了仆人 那这个人还说话的时候 第二个人又来了 神从天上降下 或来在群养和仆人都烧灭了 这个人还在说话的时候 又有人来说 迦勒敌人分作三队 突然闯来 把骆驼乳去 并用刀杀了仆人 然后也是正在说话的时候 你看真的是非常短的时间 然后接下来就说 你的儿女正在他们掌兄里面 家里吃饭喝酒 不料有狂风吹来 然后房子倒塌 他们就都死了 很快速地失去所拥有的 其实就是苦难 一个快速地向下去 其实就是很大的苦难 约伯就是经历着很大的苦难 然后还没有结束 接下来他就失去了健康 撒旦就击打约伯 然后就很惨 让他都长毒疮 然后很痛苦 要用瓦片去刮身体 还没完 对不对 一言串再而三的打击 他的妻子 这时候对他说 你去死算了 对不对 你还吃走你的纯正干嘛 对不对 有没有 喜喜也喝 就是死了 就这个意思 然后好不容易 他有三个好朋友来 对不对 本来是要来安慰他的 接下来就开始一直攻击他 对这三个人 对不对 然后后来这三个人 便不赢他 对不对 另外一个人看不下去了 又再跳下去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惨啊 向下的循环 怎么办 新约也有 来这个很熟的 这个我们还是读一下 来地教育一起来 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 来打水 耶稣对他说 请你给我水喝 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 你既是犹太人 怎么像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 要水喝呢 耶稣回答说 你若知道神的恩赐 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 你必早求他 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 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人若渴 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 我所赐的水 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 只涌到永生 妇人说 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 叫我不渴 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 你去叫你丈夫 也到这里来 我没有丈夫 耶稣说 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 你已经有五个丈夫 你现在有的 并不是你的丈夫 最后这一句 我把它安得下来 他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他结婚后再离婚五次 然后现在跟一个男生同居 所以大家觉得这个女人 也没有名字 对不对 都是叫撒玛利亚妇人 她的感情跟婚姻生活如何 这就是向下循环 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问 我应该再想想看 你觉得她是越嫁越好吗 当然我们不知道 这六段感情 前后历时多久 圣经并没有说 我们不知道 但是当然也有可能 就是散婚然后散离 对不对 但是我想以前 比较不时心做这件事情 所以假设每段婚姻 都维持个两三年 那五次的离婚 可能就长达十五年 那我们来想想 当时 当时这个两千年前 没有像现在 这个姐妹们保养品 有这么多 有这么好 对不对 能够保湿最重要 对不对 其实你看那些 在以色列 那么多么干燥的地方 其实你皮肤很快就不行了 人看起来就老了 对不对 那时候当然绝对 没有什么雷射打斑 对不对 也没有办法拉皮 也没有办法做什么微整形 所以我主观的推测 这个妇人的外表 一定是每况愈下 然后随着年老色衰 对不对 所以她一定是越嫁越不好 就是你早期很漂亮的时候 男人就是眼目了情欲的动物 对不对 所以早期还会 因着眼目的这个 就去娶她 那后来她就越来越老了 所以她能够嫁的男人 也就越来越糟 到最后这个男人 甚至连娶她都不要了 只愿意跟她同居 连承诺都不愿给她了 这不是向下循环 不然是什么 那你觉得这个妇人 难道不想改变自己吗 每一次的离婚 对不对 我们根据现在 很多大家在心理学做 每一次的离婚都是创伤 每一次感情的破裂都是创伤 所以难道这个妇人 不想改变自己吗 应该会啊 可是改变谈何容易 请问原生家庭 对我们带来的影响 要多久以后 可以显著降低 甚至最后都消失 我按水域偶尔就会聊到这个话题 就是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 那仔细算一算 这个我现在55岁 对不对 我在台南只有18年 那我有意识 有记忆的 应该只有12年不到 就是上小学到高中 就只有12年 可是我受家庭的影响 可能是我一辈子都摆脱不了 而且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 当然有好有坏 可是很有趣 不见得是对称的 好的我们不见得有学到 坏的常常学得很全 对不对 所以爸妈关系如果很好 对不对 那他们很相爱的小孩 之后的婚姻不一定能够跟爸妈一样好 可是如果爸妈关系 不好所生下的小孩 其实之后的婚姻 很可能会落入类似的模式 所以我们称之为咒诅 所以咒诅 所以我们才要砍断这样的咒诅 所以这个女人 不就是向下循环 怎么办 第二个例子在新约里面 向下循环的是小儿子 这个大家很熟 所以我想我就很快看过去就好 就是有两个儿子 小儿子对父亲说 就是家产分给我 这个爸爸 当然没有描述他心里面有多痛 但是应该是就直接好吧 就分了 对不对 然后过了不多几日 小朋友就 小孩子就全部都收拾收拾 就任意放荡浪费之财 然后最后就 这就是向下循环了 对不对 向下循环 然后耗尽了一切所有的 然后又遇到饥荒 你看一如往下循环就穷苦起来 然后最后去投靠一个人 然后那个人竟然打发他去田里放猪 所以猪是不解的 对不对 叫这个以色尤泰人去田里面放猪 而且他比猪还不如 因为他要吃猪所吃的东西 还不能吃 这个例子 向下循环的例子 很明显 这个小儿子就是咎由自取 不过话说回来 我们的过错 不也都是这样 我们都是被人家勉强犯错的 还是我们自己过错 不也都是咎由自取 我们再来想想看 为什么人生迟早会开始下行 主要是竞争 第一个体力方面的竞争 我们看到那些运动选手 你打篮球可以打多久 自然而然这个运动选手 打网球可以打多久 打美式足球可以打多久 所以江山带有才能出 那体力不是只有影响到 这些职业选手 运动选手 体力跟专注力 其实也随着年纪的增加 我们就是越来越不幸 所以我们也越来越没有体力 越来越没有专注力 然后我们也越来越没有办法加班 所以年纪越大 当然就越吃亏 所以所谓的长江后浪推前浪 不就是这样 所以以我自己做例子 年轻的时候 30岁毕业回来这里 然后那时候 反正就是一心都在工作上 所以我就记得 我应该是前十年 到40岁的时候 我应该是前十年 很少七点以后才到学校 所以我都是 五点多就自己醒来 我都不用闹钟 我就自己醒来 然后我一个礼拜跑三天步 我就去北正国中 然后就跑步跑步 跑个半小时40分钟 然后我就回家洗澡 所以我七点以前就会到学校 那如果没有运动的那四天 我是五点多就到学校 然后我都坐坐坐坐坐到十点多 对不对 所以我应该有讲过 这个有一次呢 我就是大概就是 长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对不对 那有一天 我就从学校 坐到十点多要回家了 早上五点多到学校去 对不对 晚上十点多该回家了 对不对 然后回家的时候 就在电梯遇到一个资深的老师 这个资深的老师 是曾经德国科技部 国科会的结束研究奖 然后在电梯遇到他 他就跟我 同一层走他就认识 所以就问我说 正线啊 现在回去了 我说对啊对啊 你家里住哪里 我就说 住北正国中那边 然后下一句话竟然是说 那你这么早回去干嘛 然后接下来就说 像他以前都是怎样怎样怎样 所以后来可以得到国科会结束研究奖 现在换我老了 没有办法那么早去了 对不对 这个 所以呢 这个我早上去的时候 现在应该是我回家的时候 看到一堆年轻的老师 还在研究室 那我早上到学校的时候 勤车场早就停满了 对不对 我们怎么拼得过年轻的老师呢 对不对 所以只好透过共同合作 对不对 尽厉的老师出经验 出人脉 对不对 约厉的就卖血卖命 那这样是叫做互利呢 还是互相利用呢 是双赢吗 那我们本来以为年纪大了 经验会有点用 可是现在科技进步得这么快 现在产业变化得这么快 现在世界的局势 真的是瞬息万变 对不对 我们光看两岸的情势 从我们以前是万二共飞 到最后是两岸通商 到现在又要变万二共飞了 对不对 所以 这个变化这么快 经验说不定是我们年纪大的人的包袱 而不是资产 经验说不定会拖慢了我们应该要做的改变 所以 好吧 大家另外一个听过 可能听过一句话是这样说 因为不同的版本 我在网络上我也查过 大概有不同的说法 不过大概意思就是这样 我们从一出生 就投也不回地直奔死亡 来 再讲一讲 人从一出生 就投也不回地 无法回头 没办法 就是直奔死亡 不可能改变 那我们的盼望在哪里 然后在我们这段过程里面 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 在约翰福音里面 酒 在人生里面 酒难免会被用尽 酒怎么会用尽 酒用尽了 怎么会用尽 可能是慢慢地在我们的工作中 或是在人际关系中就被耗尽了 不管是跟同事 跟家人 被工作可能就耗尽了 我们里面的酒 也可能被突然发生的苦难 或者是一个正经情势 很大的改变 一下子打破所有的酒缸 酒就没了 那这样还有什么希望 从旧约到新约 一路看就是向下循环的人生 向下循环的人生 转类点是什么 就是回转向神 好 我们来看一下参孙这个例子 来 弟兄来 参孙求告耶和华说 主耶和华求祢眷恋我 神啊求祢赐我这一次的力量 参孙就抱住托房的那两根柱子 左手抱一根 右手抱一根 就尽力屈身 房子倒塌 押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 这样参孙史时所杀的人 比活着所杀的还多 OK 好 停在这里 这就是回转了 转类点就在这里了 好 这一句很有趣 参孙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祷告 也是打动我们新的祷告 其实他还有脸去见神 神给他那么多 真的是不只是五千两 我都说五万两或五十万两 都不夸张 可是他活出一个那样的人生 但是他最终知道 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来 然后他说 Remember me Remember me 求你纪念我 求你纪念我 就这一次 求你纪念我 然后特别在圣经里面就写 参孙就因为这样 明明他所谓本来 神赐给他的那些恩赐 对不对 其实都被他浪费殆尽了 那他也行了大事 也拯救了以色列人 可是他是一直向下循环 那在他都失去了 他所有本来那些力量 之后他跟神做了这个祷告 很简短的祷告 就是说 求神啊 求你眷恋我 Remember me 然后他因为这样 他死时所杀的人 比他活着所杀的还要多 就是因为他这一次 靠着神所做的 比他自己以前靠着自己 虽然也是神是给他的力量 比他自己靠自己的力量 所杀的还要多 我后面自己对这个的注解是这样 当参孙跟神说 Remember me 神对参孙的回应是什么 这个年轻人才讲GG 对不对 GG以为是不好的 没有 GG我去查了 其他原文我也问过小朋友 是You played a good game 所以GG是good game 再翻成圣经的话语 该打的仗你打过了 You played a good game 所以神就给他应虚 神就给他力气 他死的那一刻 所杀的人 比活着的时候还要多 You played a good game 然后其实神对参孙的 这个祷告的回应 参孙说求你纪念我 Remember me 其实神就是回应说 我其实永不离开你 我永不放弃你 即使你活出那样的人生 我也从来没有离开过你 虽然我在旁边看得很伤心 我也从来没有放弃你 你祷告我就回应 在圣经中还有谁做了一个祷告 也是这么简短的祷告 就是Remember me 跟耶稣同定十字架的犯人之一 好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弟兄 那同定的两个犯人 有一个机窍他 说你不是基督吗 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 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 你既是一样受刑的 还不怕神吗 我们是应该的 因我们所受的 与我们所做的相称 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 就说 耶稣啊 你德国降临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耶稣对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Remember me 完全一样的祷告 他只做了这个简短的祷告 耶稣就回应他的祷告说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了 我们这学期 我在上这个神学的课程 对不对 到底我们死了以后 是直接到天堂还是什么 好多种说法 但是这一句话 甚至被人家认为是exception 是死上可能只有这个人 死了直接跟耶稣到天堂 我们其他人可能都不是 他就做了一个祷告 Remember me Remember me 不管你的状况多惨 甚至是将死之前 就像参孙 就像这个 Remember me 这个祷告 今日就与神同在乐园了 还有谁做过这么短的祷告 彼得 耶稣跟天 这个就是彼得在海面上行走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彼得说主如果是你 就请我从水面上走过去 对不对 耶稣说好啊来啊来啊 对不对 彼得就从船上下去 走走走走 一开始走得很顺利 对不对 但是后来见风盛大就害怕了 今天要沉下去 接下来他就说什么 救我 中文就两个字 主啊救我 爸爸主啊就四个字 简短的祷告 神就回应了 对不对 祷告不用藏 就是要诚心 就是要发自内心的呐喊 主啊救我 因为我没有别的可以依靠的 那这里很有趣 其实彼得是先问耶稣说 可以吗 我可以走过去吗 耶稣说好啊 所以到底是谁要负责啊 对不对 然后彼得才从 因为其实再仔细想一下 如果大家去搭过船 就知道对不对 然后其实船离水面 都有一点距离的 虽然那个距离很可能只有两公尺 或是最多三公尺 可是三公尺就一层楼了 对不对 你真的要下去 其实要非常大的勇气 所以彼得其实很厉害 而且彼得是先问了 对不对 那耶稣说好啊好啊好啊 对不对 但是还是遇到苦难了 对不对 当然是因为是他自己的软弱 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呢 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呢 那约伯不就是一直在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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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后约伯就是在不断的怀疑中 这个是我们等一下讲的经文 然后大家都知道 风文有你 然后变成亲眼见你 所以约伯最后是 圣经说 当他遇见神之后 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的比先前更多 这不就是一个逆转人生吗 好 路加福音中 那个小儿子反转的关键是什么 刚刚我们读到路加儿子那个 他醒悟过来 其实就这么简单 我们人生怎么反转 他醒悟过来 回家找爸爸 回转向神 然后就经历到路加福音的描述很棒 乡离还远 那个爸爸早就一直在那边等了 父亲看见旧雨 动了慈心 跑过去抱着他 一直与他相亲 然后吩咐仆人说 把东西最好的都拿出来 我们可以一起吃喝快乐 最后 我们要来看这一段 好 弟兄一起来 有一个法利赛人 请耶稣和他吃饭 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作息 那城里有一个女人 是个罪人 直到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作息 就拿着成香膏的玉瓶 站在耶稣背后 挨着他的脚哭 眼泪湿了耶稣的脚 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 又用嘴连连倾他的脚 把香膏抹上 请耶稣的法利赛人 看见这事 心里说 这人若是先知 必知道摸她的是谁 是个怎样的女人 乃是个罪人 姐妹来 耶稣对他说 一个债主 有两个人欠他的债 一个欠五十两银子 一个欠五两银子 因为他们无力偿还 债主就开恩 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 这两个人 哪一个更爱他呢 西门回答说 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 耶稣说 你断得不错 于是转过来 向着那女人 便对西门说 你看见这女人吗 我进了你的家 你没有给我水洗脚 但这女人用眼泪 湿了我的脚 用头发擦干 你没有与我亲嘴 但这女人 从我进来的时候 就不住地用嘴 亲我的脚 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 但这女人用香膏 磨我的脚 所以我告诉你 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 因为她的爱多 但那赦免少的 她的爱就少 于是对那女人说 你的罪赦免了 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的去吧 这一段圣经描述 这个女人 连名字都没有 直接说是个罪人 这是圣经直接说 所以显然这个女人 也自己这样看自己 她觉得自己的人生 到了谷底 也没有盼望了 所以保留玉品要干嘛 所以在这里 她就全部献给耶稣 那就因为这样献给耶稣 耶稣就直接对她说 你的罪赦免了 你平平安安的去吧 所以从她自己知道 自己是个罪人 她犯了什么罪 圣经没有说 坦白讲 我们都犯了一堆罪 也不用圣经说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 神就直接对她说 你的罪赦免了 平平安安的去吧 所以这就成了 她人生的转类点 她新的人生就此展开 好 那读完这一段经文 为什么还要读这段经文 大家都很熟 我们要不要自己反省一下 我们比较像西门 还是比较像那个女人 如果我们是像西门 是主持一场聚会 就在这里 对不对 我们是邀请人 主持一场聚会 我们请了耶稣 请了弟兄姐妹 到家里到教会来了 那我们有好好招待耶稣吗 还是那场聚会 是我们自己的 那如果我们是那个女人 请问你的香膏是什么 这段经文 读了真的几十遍 可能还没有一百遍 但是几十遍一定有 那我每次看到焦点 都是神很爱这个女人 那我这次在准备 这个经文的时候 我忽然间想到 我觉得神说不定 更爱这个法利赛人 神为什么愿意 神明明知道 法利赛人对他是有敌意 对他是有排斥的 为什么神还要去 神说不定很想给 法利赛人一个机会 所以这不代表 神其实更爱 或至少一样爱这个 法利赛人 不是只有爱那个女人 那可是为什么 这个法利赛人 不像那个女人 就有接受到神的爱呢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 一样问自己 为什么同样在聚会里面 有人可以接收到神的爱 有人却没有呢 是这个法利赛人 他有一个主观的印象 或是是我们对神 有一个刻板的印象 是神是高高在上的神 是神只喜欢好行为的人 所以导致我们 没有接受到神的爱 就像这个法利赛人 还是这个是法利赛人 自己的身份 他觉得我的身份是这个 还是我们自己觉得 我们是太过理性 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 接受到神 有时候超自然给我们的爱 是法利赛人 自己对自己的看法 觉得他不需要爱 因为他行为都很好 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看法 觉得我们不配得神的爱 所以我们没有领受到神的爱 心上香膏 其实总共在四本福音书 通通都有 但是其实应该是三个事件 所以这个人家已经整理好 我们确认过应该没有问题 我们刚刚赢的就是这个事件 所以在路加福音 所以发生是在法利赛人的家 圣经描述是有罪的女人 然后洗耶稣的地方是脚 最后他得到 因为是有罪的女人 神就对他说 你的罪都赦免了 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 第二次也是高耶稣的 发生在玉月节前六天 是谁做的 是这个很有名的玛利亚 那也是洗脚 最后他就说 玛利亚所做的事为神 安葬之日所存留的 再后来两次都是同一个事件 是玉月节的前两天 发生地点也是同一个地点 也是没有名字 是一个女人 但是这时候高的地方是头 所以耶稣最后就说 都说一样的话 这是为我安葬所做的 而且告诉我们 不管在哪里传福音 都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事 这三个女人 第一个 得到耶稣的爱跟肯定 你的罪免了 平平安安的去 第二个就是玛利亚 在圣经里面说 玛利亚得到上豪的福分 第三个 她深深打中神的心 所以不管我们在哪里传福音 都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 今天我们看了好几个圣经人物 不管是参孙 井边的妇人 高耶稣的女人 还有我们 绝大多数的我们 我们都看到生命是向下循环的 参孙的生命是向下循环 可是神不离不弃 以色列的民主在四世纪里面 也是向下循环 整个旧约根本就都是向下循环 但是神分别预备了大卫 神最后预备了耶稣给我们 我们在职场 甚至我们在教会的重要性 迟早会越来越低 英控现在我也做不来 连放PPT 现在越来越复杂 我应该做不来 事情更不用说 说不定以后连行政都很难了 如果大家也有参与同工会都知道 现在我们教会的行政要做很多事情 我都不会做 所以我们在职场跟教会的重要性 都会越来越低 这就是向下循环 整个世界就是在向下循环 还好神的爱永远不改变 还好我们的关系有可能是越来越好 要怎么样做到这件事情 向下循环的这个人生要转向 需要就像那个井边的妇人 第一先遇见耶稣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 第二个要跟耶稣建立连结或恢复关系 就要向参寸 不管你跑多远 哪一天你一回头 都可以再跟神 重新建立关系 最后就是要向那三个献上相告 给耶稣的女人 心甘情愿地把我们的爱献给耶稣 今天这个世界真的是向下循环 这个应该不用问了 那我们依靠的是什么 向下循环到一个地步 体力也没有了 我们还剩下什么 那所求的不就是向约伯 对神的那个持守跟忠心吗 所求的不就是我们愿意献上我们仅有的 所有的 也就是我们自己 因为神是先把他自己给我们 我们常常都在看外表 看我们的行为有没有越来越好 可是神不看外表 神在看我们的事 那我们对他的爱心有没有越来越多 我们有没有越来越愿意献上我们所宝贝的 为什么福音书记载了 试卷书都记载了 线上香膏的故事 因为这是神所最想要的 不是我们盲目的服事 神所最想要的 就是我们献上我们的爱 祂是全能的主 但是祂没有办法强迫我们爱祂 所以这是为什么在雅各书说 他要等他自己情愿 神要等我们自己情愿 把爱的香膏献给他 耶稣为什么要问彼得 还有在场的其他门徒 三次说你爱我吗 你爱我吗 你真的爱我吗 因为这是神所最在意的 现在我们的爱也是神所最喜悦的 因为神就是爱 因为整本圣经不就是神对人所唱的爱的诗歌吗 这首歌是我对水域的定情歌 我觉得他歌词很有趣 你觉得爱的诗歌是谁对谁唱 是神对我们唱 还是我们对神唱 是谁打动了谁的心 是神打动了我们的心 还是我们打动了神的心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这个你是谁 是神问我们 还是我们问神 我爱你有几分 是谁对宏文情进卖团上来 是谁的情也真 是谁的爱也真 然后月亮见证我们坚定不已的爱 再问一次 你爱我有多深 常常是我们问神 但会不会更多的时候是神在问我们 你爱我有多深 轻轻的一个吻 已经打动我的心 这不就是在雅各里面描述的吗 雅各里面描述的就是这个 我们轻轻的 我们轻轻的线上 对不对 即使我们只是线上一点点 就深深打动了神的心 我们的一段情 就叫神 就叫神思念到如今 思念到祂愿意 为我们从天上下来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神要问我们 你爱我有多深 你爱我有几分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求祢的爱 很浓很浓地降在这里 主啊 进入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里面 主啊 我们都需要被爱 我们都需要祢的爱 主啊 生活很辛苦 生命很艰难 我们需要有祢的爱 才走得下去 才走得藏远 祢的爱是我们的力量 有了祢的爱 我们才有办法唱上心之歌 求祢的爱透过聚会 求祢的爱透过诗歌 求祢的爱在我们走路的时候 在我们上班的时候 在我们家里的时候 用各种方式 倾倒在我们众弟兄姐妹身上 耶稣谢谢祢爱我 耶稣谢谢祢爱我们 耶稣我们也要爱祢 我们要把我们的爱献给祢 主啊 我们要跟你一起唱 那个爱的诗歌 月亮代表我的心 也代表祢的心 求祢祝福我们在座的 每一位弟兄姐妹 每天都得着祢的爱 成为他们力量的泉源 只涌到永生 我们这样祈求 依奉祢耶稣基督的生命 感谢主 我想有感动在 容许我再带一两个祷告 在我们当中 在整个正确老师分享信息的时候 如果是祢现在的处境 也正好面对到一个苦难 或是一个 你觉得很煎熬的历程 你说向下循环 你觉得已经没有办法再低下去了 主啊 求祢救我 祢里面有一个呼喊 求祢眷顾我 求祢remember me 若是你里面 很渴望 上帝超自然的力量 搭救你 能够止跌回生 你把你手放在心上 我带你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 若是你感觉到好苦 在我人生的里面 这个阶段 好像经历到 就是有一个很深的重恶 我好渴望能够有一个翻转 在我人生里面 好像我今天特别经历 我要转向神 我渴望有一个提升的力量 领到我 在我人的镜头里面 神要为我们开出路 天父谢谢祢 祢看见我们弟兄姐妹 向着祢一个诚实的心 求祢纪念 我们每一个诚实的呼求 求祢纪念我们 向着祢的祷告 愿祢来搭救我们 救把我们 让我们能够 从祢岛里面走出来 我们要牵着祢的手 一步一步地 走祢所引导的道路 祢看见祢的爱 是何等的大 祢看见我们 向着祢的心智 当我们转向祢的时候 祢啊 祢的大能的帮币 要领导我们 祢要与我们同在 死因幽谷离 祢必定要陪伴我们 走上恩典之路 谢谢祢 谢谢祢 祢我们赞美祢 第二个祷告 就是一份爱的一个回应 特别感到 不管你觉得 你的光景怎么样 但是你渴望 对主有一个爱的表达 主啊 我愿意打破拿大香刀 就是表达对祢的爱 祢为我做了这么多 祢引导我人生路 主我要回应祢 祢对我的爱 我想表达对祢的爱 所以求主 再一次的 我们把我们的主权 奉献给神 渴望对上帝 回应祂的爱 未来这个礼拜 不论你心中有感动 要做一件事情 对神 或是你心中 就是一个祷告 一种爱耶稣的诗歌 爱耶稣的敬拜 爱耶稣的回应 好不好 这时候你也把你的手 放在心上 我带大家一起来表达 对神的爱 是的 主耶稣 祢看见我们一颗心 我们虽然黑 却是秀美 却是秀美在你眼中 就是这个样子 不论我们做了 我们的光景怎么样 但是主啊 我们就把我们这个人 愿意再次的举起来 向着神 说主我愿意爱你 我愿意回应你的爱 愿意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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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点点的力量 愿意爱你 对你的一个感恩 对你的一个赞美 愿意爱你 对我们人生的带领 主求祢纪念 祢纪念我们 对祢所摆上的爱 谢谢祢 愿祢的手扶持我们 走永生的道路 我们感谢祢 听孩子的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好 最后请起立 我们领受 从上帝来的祝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救恩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引导感动 激励我们 也让我们常常光照我们的心 圣灵充满我们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我们彼此问安 今天的聚会到这边 也求神特别祝福 我们当中的妈妈 若是你还没有拿到礼物 离开的时候 请向我们的招待 能够领取那个礼物 谢谢 全心爱你 全心牵手给你 因为爱你 全心牵手给你 是什么 也要距离爱你 在我乡110 今世天一遍 天空的爱来的 是我一生一遍的梦想 今世天一遍 今世天一遍 我爱你 因为我爱 全身不尽快你 我一生不明昭 全身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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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生不明昭 中文字幕 李宗盛